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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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 就是司法官特考的一个改革的一个方案 那这个方案如果考试院今年能够通过的话 每年就会准备施行 50年前那个时候就考司法官 考律师等等 那这个几十天下来 司法官都是透过考试 考试 考试 这个考试的意思也就是从法学院毕业 或者是修足了法学的这个科目 然后可以去应试 可以去考试 这个几十年下来是这样子做的 也就是我们的法官都是从学校毕业 然后考试 然后通过了 那如果这个考试院这一次想要修正的这一个 司法官的这个特考的方式呢 如果能够通过的话 明年开始会同时用两个管道来进行司法官 也就是法官跟检察官的任用 那也就是一个是我们所谓一般的 也就是没有经验的 另外一个是有经验的两种人 这两种人基本上当然都是修习法律的科目的这个人 那么为什么要有经验跟没有经验的分别 那也就是说以往以来都是书念的好 考试可以考得过 然后就考过了以后呢 就透过 例如说原则上是法务部的司法官训练所 现在叫做司法官学院 然后训练 训练为期一年两年的时间 然后分发 用这个方式进行 那这个分式进行之下 我觉得我们的司法 也就是我们的法院检察官等等等等扮演了过去几十年来 我想有目可睹 也就是有好的成绩 但是反过来讲另外一方面也难免会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在一年前两年前立法院在通过法官法的时候 做了一个附带决议 那么希望对于将来法官的这一个所谓担任法官的人呢 在考试的之前他有一个额外的一个条件 那个条件基本上就是所谓他的经历跟他的同理性 如果用比较普通话来讲的话 那比较具体的在考试院的这一个提案里头 应该是 例如说要有一定经验 这一定经验 冬老师上次跟我们特别报告了 例如说做律师 或者是法制人员 司法这个法制人员 那当然我们一般法学院毕业的 那像去年 像今年 以及前年等等的 考试的还会继续的进行 如果这个进行的顺利的话 据了解应该是在法官法实行之后的十年之内 到2020年的应该是80%的法官 司法官应该是有经验的人来担任司法官 那至于什么叫有经验 他对于我们司法的所谓品质 究竟能够带来什么样子的帮助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经历跟同理心 是不是透过这样子的安排 会有比较更新的 或者是更让老百姓 感觉对司法有信心的一种面貌呈现给大家 这部分我想是整个我们上一次的沙龙 以及今天的沙龙所主要要讨论 或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共识 好 那么不管怎么样 我就是董老师讲的大概 上次那个草案 我刚才已经大概约略题了 那么是不是听听苏永勤 苏老师也担任司法院副院长的工作 那么今天我了解他是用个人身份来出席 那接下来就再声明老师 然后再回到董老师 好 那苏老师请 谢谢 陈老师 在场各位老师各位贵宾各位好朋友 我今天要报告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针对刚刚陈老师讲的这个重要的改革 我认为特别重要 因为我们到底要找哪些人来做我们的法官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法律制度 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一个决定 那我们现在确实有 在这方面是有很多可以去思考去改变的地方 我今天完全不用司法院的身份来谈 因为董老师他再怎么说 都是考选部 因为他是首长制 我们司法院也是首长制 那我现在的身份是不适合 对司法院的政策做任何发言 那司法院对这个重要的问题很谨慎的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政策 很清楚的一个看法也一再表达 是对于法官跟检察官的考试训练 他应该是如果的分考分训 这个司法院也一再表达 但是对于法官从哪里去走 怎么样去选任他比较是用审慎开放的一个态度 照法官法来执行 所以我还有一点个人的空间 只要不抵触司法院的立场 那这个不代表任何人 那后面我大概谈几件事情 一个就是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法官怎么选择 这有两个很大的模式 不同的对立的模式 那在这个问题选择上 我觉得谈这个不是纯理论 而是我们要去评估考选部的方案 我认为他其实并没有跳脱 我们原来的那个科举法官的模式 所以我把它定位是一个限制改良 因此 暂时跟反对他 大概都不需要用那么大的力气 以为他已经跳到另外一个模式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改变 娃娃法官、恐龙法官 这是一般看的 也就是说我们法官现在的方式 有很明显的缺陷就是 同质性太高、通理性太低 那这些问题是司法院要面对的 这点我个人是非常认同的 也就是说它也许实质上 未必是那么不明示 不一定是那么脱离社会现实 但是社会以为这样 那你在仅仅这样就有理由去做一些改变 那法官在我们做法律层面的改革的时候 要面对它 它基本上是多元选任的政策 很清楚 原来其实已经有相当多元的选任的路 但是很多是在行政命令的基础上 法官法是在法律的基础 很明显的把这个各种 除了这个考试的这个路以外 从用律师或其他检察官领选 特别有一个法定的一个领选委员会 但是法官法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比例 百分之多少百分之多少 所以我称之为是一个鸡尾酒疗法 那这个鸡尾酒的配方 是让主管基础有蛮大的选择空间 那接下来就在这个基础上的考选部 它有一个这样一个方案 那我认为我们可以用非常实的角度来看 它其实只是一个小幅度的感觉 不是那么想象的论大 在它面对的许多问题里头 我只指出一个特色 就是说一个考验 就是它能不能导入足够的市场 来承担这样一个职责的诱因 那最后我觉得真正要去借鉴 英美法系的那个模式 我称之为红尘法官 就是或者用Nuno Garupa 美国一位教授的讲法就是所谓recognition 也就是说你去摘树上已经成熟的芒果 而不是带回家闷熟的 那个我们叫career judge 就是把它慢慢在系统里头慢慢成长 你直接就摘了最好的果实 那个就是英美法的法官选任的精髓 就是所谓找大家认可的法官 从另外一角度它的红尘法官 这个制度我们要移植过来 我的答案已经出来了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涉及到层面太广 转悟成本太高 但是我们有可能用皆知的手法来移植 把最需要借鉴它最好的部分移植过来 那就是我最后一点要讲的 那就细部来讲 我们司法院在民国88年的那个重要全国司改会 对这个问题没有得到结论 但是有一个案子就是整个转向英美法系的那个模式 择优去领选停止国家考试 这个政策在那个会议里没有得到共同的结论 但是司法院把它采为司法院政策 在这个1997年开始有这样一个想法 但是这个后来这个政策是停止执行 因为非常非常困难 如果我们了解这两个制度 它背后的这个牵连它的整个制度环节的复杂性 那或者我们更务实地看欧陆法系的国家 他们何尝不了解英国美国这一些法官学院制度的优点 他们也想学习 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到目前为止真正跨出去 能够移植成功的 因为这实在是牵连太多 那美国的这个制度我们做一个代表 因为英国其实也有很大的差别 不过大概来讲去想像法官不用考的 那用什么 就用选的 那怎么选 美国真的用选举 70%以上的法官是选举 那另外就是像Missouri Plan 在可能有一半的州也都开始用 它是在选举的这个程序里 再加了更多的这种实质考量优质的那种选任的模式 但是最终还是通过人民的认可 那在从我们的这个文化背景来看 会觉得蛮不可思议的 就是你怎么去去选 如果不用考的话 其实这个问题是最难克服的一点 我记得我刚到司法院的时候有一个德国教授 德国教授 Lehmann教授 Knipper 他真的讲这件事 我把他当了笑话听 我细节就不讲了 我也不太相信这件事 但是 那个美国的业者质疑他说 你真的认为美国的法院的判决 你不相信 你难道把美国当成这个第三世界的国家吗 他说就这个观点来看 我认为是 怎么有法官是用选举产生的 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文化的偏见 但是英国、美国跟欧洲大陆 我们的整个的文化跟制度的牵连 我常常用的这个表来看 大家不要低估了他每一个环节的相关性 也就是说你要做一个问题 法官养成 这只是其中一个环节 其他他后头的是很多很多的问题 你几乎不太可能在这个环节孤立起来做 而不影响其他层面 他要做整个的转轨 就像我们换一条领带 可能整套的衣服 头发的发型都要跟着换 它的成本之高 不是想象中 这是为什么说 这个影响之大 为什么到目前为止 不是没有大陆法系的国家想要这样做 但是没有成功的 任何一个例子 接近成功的都没有 但是我们确实看到 好像葡萄牙、法国有几个国家 他们开始希望在法官产生中有一定的比例 是非法官、非考试出身的 然后我们回到问题的原点 为什么要走出考训的模式 它出了什么问题 其实考训刚刚讲是闷熟的 这样的法官 你去挑基因不错的 然后开始去 在一个系统里头 慢慢地去管考 慢慢地去让他成长 他最后也可以变成一个 很有效率的司法大军 但是这中间就会出现出奇的一批 哇哇法官 以及整体的很多的判决 让社会有恐慌法官的质疑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考训模式的一些问题 那这问题不要低估它 这是社会的一个信任的问题 它跟实质的差距也许不大 但是社会的质疑是很大的 那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我们在法官法通过的同时 有了这两个决议 一个立法院说你必须在十年内 要降到百分之二十以下 那另外一个就是具体的把董部长 当时的一个构想 他认为值得研究 要大家去主管机关去研议它的可能性 那这个立法院的决定决议 它背后没有拘束力 但是也很粗糙 到底它想象的这样的一个改变 到底是多大幅度的 是利益在哪里 是整个的变成 1999年司法院讲的整套的 補考的改变 变成就是律师转任这样一制度 或者它有别的考虑 它其实没想那么多 基本上是让主管机关有很好的 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很大的空间 就如刚刚讲法官法 它其实是开放了这些各多元选任的比例 那让用人的司法院跟法务部 以及主管考试的考试院考选部 他们去共同努力 怎么去找出一个最好的方案 那这就是董部长的那个 现在最新的这个方案 我做的一个整理 那我就不花时间 等一下董部长会细节会去讲 那在我我给它定位 它是一个限制改良案 我一再讲 它其实不是各位想象的 那个焖熟的芒果 跟那个熟的 这个树上熟的芒果 这个差异 它其实基本上还是焖熟的芒果 就是把那个青的芒果就摘下来 然后这个差别就在一些技术上的 小规模的一些改变 那基本上我们看那个 这个考训模式 或者我称之为科举模式 它大概就是从这样子出发 就从法学院开始 给它最基本的教育 一个值钱的准备 接着它参加一个国家考试 然后就进入 但是在任职之前 给它一个训练 进入训练以后 通常还会有一个 这个实受法官之前的 后骨的那个实务的历练 然后最后才辨认法官 这是所有大陆法系的法官的选任 都是一样的一个模式 那么我们从这里来看 这个差异比较清楚 以德国来讲 德国其实有它的非常特殊的地方 跟法国什么奥地利 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 但是它的模式很清楚 就是所谓的完全法律人 或者统一法律人这个概念 我这个表的意思只是要证明 它只是限制改良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个制度 跟那个改变以后的制度 跟德国现在的制度 其实只是有技术上的差异 德国的制度 它在法学院的时候 就相当注意实物的取向 他们的训练其实 这个法律系的学生 就能够解决案例 那到了这个后期的时候 他们也会有一些实物的教育 然后到后面 他考上第一次国家考试以后 他就没有集中教育 因为集中教育这一段 他不需要 在学校已经做完了 那里关于一些裁判人的书籍 他直接就到分科去 到五六个站 包括了法官、检察官、律师 行政法院、政府部门 然后再通过 这是两年 早期是三年 这是第一阶段的训练 然后完了以后 第二阶段的国家考试 这个考试 不是像我们现在 考验部设计三科 他的各邦不一样 至少是八科 巴巴利亚邦是十一科 每一科考试五个中华 然后还有考试 不容易 这个比例大概第一次的那个录取率 我不知道 早期我大概知道大概百分之六七十 现在也不会低于百分之五十 第二次大概到百分之九十 录取率 我不是讲 那个 就是这样我感觉是很高 但不要忘了 他大学的淘汰率很高 差不多淘汰一半以上 这个是我们在了解 德国制度 我们要知道 他后補五年 然后变成法官 我们台湾是这样 我们的法学教育不足的部分 用那个司法官 跟司法官学院的半年的那个 实务教育 补起来 然后才有分科的训练 然后后面最后 结业考试大部分都及格 及格完了以后 还有后補五年 世俗一年 那现在我们在做的律转 司法院在做的律转 特别注意到一个数字 他们先做了几年律师进来 但是他的那个 后補的年限和分割教育的时间都不算满的 原来一般是两年 他在做了几年律师进来 他可能时间是 相对他的这个职业年限减少 递减 那这边在那个 后補的时间也递减 所以最终出来 他的年纪也不会变太老 其实是差不多 只是在这个内容上做了一些改变 考选部的这个算法 其实也是这样 他先做三年的律师 然后他去考 通过了司法官的考试 那这边在董部长的计划 他没有去做 因为这不在他权限里头 但这里头如果照现在司法院做法 再把时间往下剪 他最后真正做实受法官的事 年龄也不会老太多 只是这个重点在后面讲 就是社会的历练 所谓哇哇法官的顾虑 他至少不会是从学校出来 另外立刻变成法官 他经过了几年做律师 或者公务员 这样的一个训练 这是这个制度真正的精神所在 那我想他确实也是一个 对增下药的一个改变 但是毫无疑问 很多人的挑战 或者是不确定 我觉得也值得考选部去重视 这样的一个改变 是不是真的没有任何附带的一些问题 一些成本 目前各位看 司法院已经办律师转任法官 在法官法适应之前到之后 唯一的差别就是法律的基础更确定 始终是有三条途径 那这个我做的一页的表 包括下表 不详细讲 大概这几个资料都很清楚 我这里只是来说明刚刚讲 那个年限 那个五十六年 五十六七跟五十五七 有一些的改变 大体上改变不大 大概一半的时间 是集中教育跟学校一样 一半的时间是分科教育的 那在许多对考选部这个构想 提出的疑问 不一定是批评 里头我特别提一点 就是从刚刚那个比较 可以看出来 那个跟德国的这个制度来比 最明显的就是德国事上的国家 来承担这个所有法律人的训练的成本 包括律师 两年早期甚至三年 他们让每一个未来 进入法律服务市 市场的人都有机会 在法官、检察官 各个法律单位待过 而且国家负他月薪 在那个缺行的期间 这是非常大的成本 德国很快支持不住 他们的法务部很早就讲说 我们不愿意再付这个钱 但是到目前为止 他们还在勉强在做 欧洲很多国家 其实都没有这样做 他非常短期的 让律师在同一个考试里头 也受序 但是呢 跟法官分开来 在法国什么都是这样 那不管怎么样 他是一个由国家来承担这个责 然后在考选部的构想 其实是让市场 来帮国家做法官的训练 那国家不要承担这部分的预算 这事件是不是这么如意 那市场能不能如设计的 那么愿意的 那么适当的去 帮我们训练一个 让他所谓挖挖法官 脱胎换股 他会有很好的律师训练 或者公元训练 或者有很多人猜想 这中间会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替代的 忽悠的 山寨的 这种情形 那这个你怎样去导入 适当的诱因 避免各种弊端 这个是这个构想 可能要回答的一些问题 这个是 三种目前的 律师转任的途径 第一种是 这几年办 民国95年以后才有的制度 另外一个是比较早的制度 就是自己申请的 还有一个制度 就是司法院推荐 这制度 是 我觉得真正去 接知这个英美法的这个制度的精髓 是这个制度 那前面这个 律转 他都会面临一些非常大的困难 这些统计 给各位参考 这个 所谓多元选任 从律师 检察官 这个公务员 教授 这里来转任法官 这个想法 是很好的 但是 如果我们不把制度设计出来 他就会维持现在这个情况 就是检察官最顺畅 律师 律师有诸多困难 然后公务员跟教师 大概持续挂临 公务员到目前大概有一位 那这个原因是 你在设计制度的时候 能不能用更开放的心胸去设计 教授 来转任他的问题 可以看出来 是 现在的这个路 看见是有的 但是那个办法 所以我特别 就是叫 奥森的教授 来 他也考不上法官 他也不会来当法官 这么好的芝加哥大学的教授 他很顺利的就去当了 这个 北方法院的法官 而且非常多 很棒的探觉 这是有他的一些背景 在台湾 你要把他放在哪里 那如果放在一省法院 他绝对不会写判决 二省他也不会写 那也许他到法律省 他是有机会写准备好判决 那我只是举这样一个问题 那目前这个 他还要考试 那Postner是不会来考的 因为他考不上 他怎么回芝加哥大学 那像这些问题是 我觉得我们要去思考 怎么样跳出这个体系 所先天上 没有办法摆脱的一个 保守的回旋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 你怎么去找到最优秀的 律师检察官 公务员法官 教授 来做法官 好的法官 这个排斥性 内部体系的排斥性很大 跟外部的恐惧也很大 因为这是在 你只要放在一个普通法院的位置 是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 一个收入已经很高 社会地位很高的 律师 教授 他不会愿意来 那么你也不愿意他来做 一个好的法官 所以这是一个公务跟虚的 没有办法 match的一件事情 可是 如果你把一个位置 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 就是在法律审 在那里 给一个适当的比例 让这些人来 那么这个问题 比较容易解决 第二个就是 就大陆法系的 这个现在的法官 他这个体系式的管理 达马斯克讲的 这种体系式的 这种行政管理的情况 他会让最好的法官 他不会放弃 他的成功的经验 所以他会一直在维护 他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他的见解 这就是我说的保守的回旋 那任何一个大陆法院 都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的社会一直在改变 一直希望有一些新的想法进来 可是最后决定 要不要改变的是最高法院 而最高法院 都是一群最成功的 汽油体系的这些人 所以他没有办法改变 那因此 我们在台湾 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典范 就是大法官 大法官 其实也就是一个忠诚法院 大法官的实验显示 你是可以去多元询认的 在那里 实物跟理论的冲突跟摩擦 然后最后产生了很好的火花 是一个正面的例子 在普通法院的忠诚法院 两个忠诚法院 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当然他的比例不可能很高 在这里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那你如果 仍然从旧的想法 在基层法院来做 他永远产生刚刚讲功跟虚 不能结果的问题 那我们的考试制度 我常常就会想到 我许洪如客 我不知道各位 对这制度 有没有了解 在古代的皇帝 也常常需要通过特别的考试 来回应他 也许一时需要 比方康熙皇帝 那时候他的政权的正当性 有的时候 他其实是 就跟现在我们的想法一样 他需要一些社会有地位 有成就的人 来处理一些非常困难的一些问题 那时候就开了所谓的 博学红武科 但是也不要怪 逃选部 他们那时候也是有比试的 但教他们写一些 不是那个四书五经 那么简单的问题 对他们来讲 考一些比较特别的电视题目 由皇帝亲自来口试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可以用书类审查 来克服这个问题 谢谢 那位老师特别提到的就是 他觉得在我们整个法官的任用的制度里头 因为我们自古以来 或者是从民国开始一直到今天 我们的制度是一个特定的制度 在这个特定制度之下 如何能够在我们现在穿了衣服 他没这么讲 要改衣服的状况之下 能够改的最好 我刚才听到他用这一个接支的方法 一开始听到 那现在还又特别提到 这个接支 如果能够从法律省的那一部分 也就是最高法院 那么如果这样子接的话 他可能可以比较更容易发挥更好的一个效果 这部分我听到了 那另外当然我想到一件事情 我可以把它拉出来 就是詹森林老师或许待会可以 如果可以的话 也特别麻烦您费点心 那么提提看 当然我们在场有很多老师 包括方家林老师针对 就是我们的法律教育 刚才苏老师提到 我们的法律教育 跟德国的教育 法律教育的差别有蛮大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的法律教育 就是针对所谓实践 也就是实务的这部分呢 显然是比较相对 不是那么样子的充分 那么因此呢 当然因此让学生将来进入 就是考完了以后进入这个 担任法官也好 检察官也好 那么这部分可能就相对 就比较 这一个比较新鲜吧 或者比较不是那样子的 这个成熟 这是一点 那另外一方面当然 事实也显示出来 我们的法院 确实就同理心跟阅历来讲 精力来讲是不够的 或者是想到一件事情 一般我们想到如果发生纠纷的话 到法院 法院的目的就是要解决纠纷 而法院呢 往往事实上 并不见得是最最好的一个 所谓争端解决的一个机制 那么因此应该 我不记得了 这个待会李念祖老师可以补充一下 我们中华民国的仲裁法 虽然是很早很早以前 但是真正推动仲裁 成为所谓民事诉讼的一个 争端解决的替代方案 不但是替代方案 还希望他能够鼓吹他的这个采用 那也就是用这个仲裁的制度 仲裁制度的好处 当然就是仲裁人的选任 以及仲裁人 我们所说的阅历 同理心 从正面的角度来看 他所扮演的一个角色 这里当然也相对的显示出来 我们现行的所谓司法 也在这里我们狭义的来讲 民事诉讼 行事诉讼 行政诉讼等等 难免会让老百姓觉得 跟他所期待的中间是有差别 最后一点我想要稍微插进来补充的就是 各位最近蛮热烈的一个题目 就是实验教育这个题目 我们也在同样在这个场合 我们谈到小孩子的教育 小学的教育 中学的教育 特别是所谓的偏乡的教育 那教育里头我们就看到了 在去年我们有教育 实验教育三个法 三个法出现 因此去年我们说 今年是实验教育的元年 例如说实验教育也者也是什么 基本上有点类似像 我希望比喻没有不正确 也就是我觉得蛮接近的就是 我们的司法体系基本上是一个体系下来 这个体系说好一点它是非常的正统 那么说如果是这个有待 我们可以去翻转一下的话 就是它未免太过于正统到一个程度呢 它不翻转 那不翻转跟时代现在是不是能够因应得了 可以接得上轨 那包括我们刚才讲到学校的教育 学校教育里头的实物的教育 学校里头有没有教他是怎么样去分辨是非 怎么样去有同理心 更怎么样子能够了解各种各种问题的 这个多样性等等等等 那么因此在翻转教育里头 我们就谈到了大概是说 有的时候小学的中学的 那么有钱人家的小孩子或许都不太在乎 但是稍微穷一点的孩子本身 条件就不够 再加上老师们呢 他以前受到的教育的方式 如何教这种方法都是很固定的 可是今天已经早就翻转 因为网络的世界等等等等 那么因此有的时候 我们传统的这些老师 教育体系的老师出来 有心可能没有力 那有的是有力没有心 因此是不是可以翻转 所以实验三法教育三法里头 事实上就给了一个翻转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同样的我们师法教育 或者师法教育完了考试 考试完了训练 训练完了就要一任用 那么刚才苏老师做了整个分析和讨论里头 让我们可以感到可以看到蛮多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意思是说我们仍然要去面对它 那么固然考试院考选部所提出来的这个案子 看起来未必是最好 那这仍然应该是可以有一个翻转的机会 那是如何能够最好 我希望我们在结束之前 或许我们可以稍微有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论 only wish 如果那是可能的 是不是请詹老师继续补充 然后是董老师好不好 好 谢谢主持人 董部长 苏老师 再来各位 各位病 刚才苏老师讲的是在 是在我们董部长的司法行政之外 有一些的资料 尤其是终审法院如何适度的纳入律师和教授 这个其实我很早以前也有这种相同的想法 尤其我们在德国都知道 很多的教授其实他是兼任反观 还不是专任反观 那这一点我觉得 至少我们留的人可能都有偏见 或许 但是都觉得这样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 让老师在正职于学校之外 还可以去兼顾一些实务的工作 那我相信不只是对老师本身有帮助 应该也会将这难得的经验转换成教学 让学生也可以从老师那边不只学到理论 其实也能够间接着去得到实务 这一点当然我们台湾有没有 也是一种所谓皆知之可能 这恐怕大家都可以再去考量 不过今天主要还是针对我们考选部 应该已经是现在悬赏的司法官的新制的考试 也请同我提出一些干法来 特别就教于董部长 以及我们考选部的同仁 在座各位 我们现在都基本上也非常赞同 这样一个司法官的新的考试制度 刚才苏老师也让我们再想起 就要是来自于所谓的 娃娃法官、恐龙法官的问题 那现在这个新制就是希望能够去 至少能够尽量的减少 恐龙法官的出现 娃娃法官的这行程 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有那个义务 让我们这个司法官的考试能够成功 特别是我们所有的法律人 不只是老师 老师或许责任更重大 但是同学们应该也要自己相当的关注 那新制最大的特色就是要有所谓的 经验组的考生 那么这个经验组 怎么样的去让他能够培养出最好的经验 恐怕是我们在这条考试制度时候 最要加以关心的 那现在等一下董部长 或许还会再跟各位报告 我们现在就是说取得律师资格 或是取得其他法务资格的人去工作三年 那么这个工作三年 我看这个规则里面有要求必须第一个是专职 第二个是所谓法律相关工作事项 那专职我想应该是必须的 就是希望累积这三年的经验 来作为将来从事司法官工作的基础 必须的基础 这个专职我想是必须的 那可能我们要考虑的就是 何谓法律相关工作 律师大概会毫无疑问的 是落入所谓法律相关工作 但是律师以外的工作 我们如何认定他是法律相关工作 假设我们现在有不少的医生 其实他考取科法所 然后又考取司法官考试 甚至这些人还考取第一名的都有 那他考取法官也考取律师 他回去从事就是医师的工作 这算不算法律相关工作 他将来要来考 你要不认定他是法律相关工作 还有我是企业家第二代 但是我也是同时考取律师资格的人 我回家继续做我的富二大爷好 或者是企业家第二代也好 他三年以后他说要来考试 你算不算 你说他不算 他说我将来贸易的工作 企业的工作 那个M&Q的是不是 M&A的我最懂 你这么认定我这是所谓的法律相关工作 这真的不是很美举 因为我们所谓的法律相关 究竟要放宽到什么程度 或者是要限制到什么程度 这在相关的实行细则上面 或者是什么 恐怕要比较明确一点 或者将来我们都会说 说的是像最后 主要是定分指针的都跟法律有关 那定分指针很多的基础是来自于 不是那么跟法律直接有关的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 特别是商事案 是反而要请一些技术专家来 他们不会觉得他们是跟法律有关的 但是反而他们的技术意见 却是法官最重要查判的基础 那如果这些考取律师资格之人 他就是去从事这些 我们这样所谓的技术之工作那种款 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很多土木系的毕业生 他如果考取律师之后 他回去继续从事他的 那个土木的相关工作 他将三年后他要来担任 他的考取这个工程 你认不认为他在三年内所从事的结构的问题 零件管理的问题 算不算法律 可能技术上都没有跟法律有关 但是却变成我们碰到 那个相关的工程案件的时候 他们的话是我们最终的裁判的依据 所以这一类的问题 大概我们恐怕要仔细思想 也就是律师之外的专业人员 包括我刚才也听到医师 建筑师 会计师 我们一样啊 会计师他三年 他全部就是做查账的工作 税务的工作 税务不许跟法律有点强 但是他做查账的工作 这些我们将来算不算 所谓的法律相关工作方案 其实我个人一件事 我们应该把他报告接来 我刚才说接 我请将把他报告接 反过来我认为 所以好像 包括竟然会有一点问题是几个 第一个就是到学校 我们现在将考取律师之后 或是考取其他的法务工作 到学校去工作 也可以列入三年 那因为我对学校的工作标准 我不太知道我在学校 有什么给他的工作 会对他将来担任真审之务 有比较直接的帮助 这一点我还不 不然还能够想到 我们唯一想到大概是助教 那助教的工作 累积三年 对他将来从事检察官也好 法官也好 会有什么直接的帮助 这个我一向是这样 不太能够想得出来了 所以到底我们将来如何去认定 三年的学校工作经验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 另外一个我们就是 非律师的其他的法治人员 他在公务机关的工作 如果会跟他将来 从事检察官 法官有什么 直接的帮助 我也不太能够很轻的 想得出来 因为我们那个公务机关 是涵盖非常非常广的 那如果我们说 我就是要避免恐龙法官 我就是要尽量检察 娃娃法官 所以在任何部门工作 一定会对他的人生经验 有所累积 那这样子从判的认定 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但这个会跟我们 这一次的心智的改革 是不是这么样的契合 这个我是还有一点小疑问 这是关于对于这一次的 我们司法官的心智改革 我有一点的看法 提供给董部长、考协部 同志上台 以及等一下请在座各位 来继续指教 我个人对我们整个 司法官的心智改革 当然最关心的就是 法学教育如何配合 因为毕竟是在学校 同志工作 那刚才苏老师有提到 德国的法学教育 并且同时比较 台湾法学教育 和德国法学教育的一些的差异 的确 我这几年来的感受 也是如此 我已经讲过 在课堂上讲了 没有在公开上讲 在课堂上讲了 在课堂上讲了好多次 经常跟学生讲说 大家都知道 民法八七条规定 当生通膜学习表示的无效 我说我讲这句话 可能不到一秒钟 但是一个法官要认定 当事人之间 有没有通膜学习表示 可能三成都在当这个 少者一两年多者四五年 那我们在学校只说 通膜学习表示的无效 我们没有跟学生说 如何认定 当事人之间是通膜学习表示 所以大家都知道的 法律简单讲就是证实用法 我们学校的教育 对不起我 或许我应该说 不是 局限我们台大比较好 其他学校 至少就台大我们都 都要集中于 试用法律的传授 而没有 去如何教导 整理事实 这点是我 特别这几年来的一个 强烈的感受 尤其 从事律师 又工作知道 试用法律之前是要整理事实 双方都是在 我们所谓的争点整理 其实固然有包括法律 但是 其实很多是包括事实的人 双方各主当的事实 怎么样把它整理出来 是一个可能的事实 或是法律上应该正经事实 如果这方面能强化 我相信也等于是 为我们将来的法官 检察官 训练得很好的人才 所以 我也希望将来 我们 所有的大学的法学院 都应该能够 对于正定事实方面 能够补偿 那当然这方面坦白讲 我们 受比较传统的 法律教育出来的老师 这方面能力是比较差的 因为我们就是 堅确实物的经验 正定事实 其实是非常需要 实物方面的经验 所以这方面 如何让实物界的人士 来 加入我们的 教学的阵容 帮助同学 在学校里面 就有那个 真正知觉系 正经事实 而不是只看那个 CSI 只看那个 CSI 因为那CSI 毕竟是经过剪裁的 甚至编剧的 对 我想那已经是太完美的一个事实 比较容易去正定 那一个法官 他是要自己去正定事实 所以如何让实物界的人士 来学做同学们 加强正定事实 这是我认为我要注意的问题 那另外 减少娃娃法官 或者是恐龙法官 大家也都一再提到 要有同理性 我们同学在学校里面 或许都专注于国家考试 是不是那么样的去关注社会的现况 特别是别人的事实 所以在学校里面 让同学如何有同理性的一个养成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 我们也是一样能够 让同学尽量去服务 现在就台大而言 我们要求他们要到外界去 所谓的修服务的课程 特别是比如说可以到一些比较 本身就是关注弱势团体的 跟法律直接相关 比如说法服 其他的慈善机关 适度的让同学在必修的课程 或是所谓的毕业学分的课程中 去接触社会的情况 并且让他们能够从哪里去觉得到 社会有哪一些可能比较属于黑暗面也好 然后负面也好 其实我们很多的法官 甚至绝大部分的法官 他所接触的就是比较负面的 黑暗面的现况 让这些法律系的学生们在学校里面就知道 社会其实是有这一类的负面 黑暗面需要我们法律去协助 应该是很好 最后一个我想讲的就是 所谓的法律系的人文的素养 这个在减少恐龙法官方面我想特别有需要 所谓的恐龙法官 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 从所谓的百明贵事件比较大 或是最近又有一个媒体报道 基隆地院的一个判决 基隆地院这个判决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是 一个高利贷他所收的利息是 百分之八百在几个月之内 那结果检察官就用重利罪起诉 或许大家这当然啊 一个几个月收的那百分之八百多的利率 怎么会不是重利罪呢? 结果我们法官就说所谓的重利罪必须要 趁他人之急迫轻率无经验 他说这个事实是 那个要借钱的你自己找上来的 而不是我借钱你趁你的急迫轻率无经验 而且他说你不是为自己借钱 你是为你姐姐借钱 所以不会该当所谓的趁他人之急迫无经验 这个就是 当然好像也是言之之成立 你这个世界主要的法官 我们言之成立 这个法条构成要件就是如此 那是不是如此 这是唯一的解释可能性吗? 那就是我们如何让学生在学校 不只是要正视法条 当然法条非常重要 尤其刑事案子构成要件 该当行是第一个要满足的 所以他非常强调趁他人急迫无差 可是从一个社会的事实上 客观是我缺钱你说你有钱 但是你要求我要付你 几个月就要花倍的利息 我接受了 这样就不是一个所谓的趁他人急迫无 所以如果从各方面去提升法官 提升法律系学生 除了懂法律以外还懂其他的事实上 包括文学 包括医学 包括艺术 甚至包括音乐 这我相信 对他们在正视社会 两层培养的那个同理心 应该有很大的帮助 我就先报告到这里 谢谢 好 谢谢詹老师 从问董老师 就是将来我们的一个办法里头 律师跟司法法治人员的定义 这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原则上詹老师的意思是 只要是你有律师资格 但是实际上你真正在做事 做了三年以上 例如说也就是多元的一个性质 那么或许从宽来认定不无好处 这点我想蛮重要的 另外就是谈到法律教育本身 我觉得詹老师一直在教书 同时也要担任这一个学校的行政工作 那有我们刚才也谈到 法律教育其实是上游最重要的一端 那么从那个地方开始认识用法 那么认识这部分用法这部分 如何能够取得平衡 那么这也是非常的重要 另外同理心 我觉得这些都可以非常的好 唯一我好奇一件事情 不管是国立大学或是实力大学 法学院的老师们基本上理论基础 我了解都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那么实物有的时候难免我看起来 是不见得是那样子的均衡的都能够横跨 或者涵盖社会各种形态的这种活动 而社会的活动基本上也是我们法律将来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这一部分的不足 事实上是不是可以透过坚韧老师 也就是从实物界去找优秀的 这种人其实在学校里头对学生 那么应该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这个跟陈老师当年毕业的时候 50年前来比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时代 可是我们的教育仍然就想 我想象中我那个时候的老师 每个老师每个老师几乎 有些老师是 我记得有赵琛是我们的这一个最高检察同长 他算是实物界的来我们教书兼这个台大教书 其他的就是纯粹理论 那这是学富这个五车 但是很厉害很厉害 但是对实物的经验难免 可是今天这个时代实在是非常非常不一样 我记得在以前有一阵子 我看美国的某一个私立法学院里头 看那个老师的履历 我觉得很敬佩的就是坚韧的老师之多 而那些老师基本上都是有事务经验 这只是我附带提一下 是不是董老师麻烦您一下 谢谢 首先非常谢谢陈老师 亲爱的老师 在4月29号办完座 今天还没两个月在前许的办 那今天这个办其实蛮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这个司法官考试规则 7月1号考试委员要全院审查会 希望这次宣传会能够受到我们这些外界 法界、学术界的一些声音 听得到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 但今天这个题目又非常有意思 因为它今天讲的跟我们上次有点不太一样 它叫做系统改变 就是叫做法律人才培训系统改变 学习的作为非常有意思 中间做了一个用人机关 这个系统 然后旁边做了一个考试机关和教育系统 今天我们两个往这边应该都往他边靠 这样的产学就不会落差 考试最后你再教育的目标为国育才 基本上来讲我们都应该往他靠 你往他靠就不会有落差 这个系统就完整 我往他靠 可是我们常教考用 他往他靠 好靠吗 我先 大家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老师人 录取人数老师 通常是以学术为主 学位为主 没有什么教学经验 即使你有工作经验 有证照 对不起 依照教育部的规定 你有律师证照 像我他就有律师证照 你可以在外面坚持 不可以 你在外面坚持的话 你是违反规定 就不去out 那这样的部分 各位可以了解到 这样对吗 等于说 教育的学系 教育部他本身就有个单行的命令规定 就是说 大学老师不能在外面坚持 坚持的话 可以坚克 但不能够坚实务工作 坚实务工作 你是违反规定 必须要离开 所以等于说 要老师 活生生的跟外界切断 所以他要往这边靠很难 我们张老师八月一号开一些台大法学院院长 最难搞的就是老师 你知道老师在做什么 他有他的学术自由 大学自责 所以他往他这边靠 我往这边靠 看起来是比较容易的 更好的方法就是说 我现在换位置 你们做的 他是教 我是靠 我是用 我只要往他这边靠 他就靠过来 因为他们的人 一定要经过我 才能够用 所以这个系统呢 我们可以再考虑一下 就是说 今天是教 靠 用 如果我们老官在那边靠 那就落差越来越大 这个系统不会发生功能的 但如果往他这边靠 他就自然什么 往这里靠 为什么呢 因为他如果不往这边靠 学生的家长就会骂 说 考试科目都改了 你学校这些选试科目还是没有改 考试的内容 考试的方式都改了 你学校怎么还是照这样子 然后他当院长 他就跟老师讲说 老师啊 家长在反应 当家长反应的时候 老师不敢讲话 因为什么 那是最后出钱的老大 学费是爸妈妈教的 所以因此在这个系统上 我们正在考虑 产总说教考用 那完全不对 应该是什么 他们需要用什么 现在大家对我们说 因为他没有社会历练 那呢 我们就是应该在考试的科目 应考资格 考试方式 几个标准 做个调 符合他们的需要做调整 他就自然过来 包括我先不要讲这个 考试这个什么 专业科目 就刚刚讲的人文素养 现在我们各大就开了 一个通识科目 通识科目啊 我自己来自学校 我在正大教科 我在东北教科 我找那个通识科目 基本上学生都当做营养学分 我现在在推公务员的分阶段考试 第一阶段呢 就考那些历史 国际观 还有一些艺术的地理 可是呢 推的很辛苦 因为我们是希望呢 要当公务员先把第一阶段 那些人文基本的论会 然后再考第二阶段的 专业科目 因为一个公务员 今天要去跟 跟人文坛讲人文素养 哥们从来没有去准备 没有去看 他怎么会去 会有这种思想表达 所以这种蕴含 所以呢 我就说呢 这个系统 我们应该问他们的需要 没有错 今天 苏老师讲的 我这个制度 真的是要限制改革 我们国家考试 我负责考选部的工作 谢谢老师 谢谢 我们考选部的工作 基本上 一个是 应考资格 跟我们考试有关 应考资格 考试方式 考试科目 还有呢 几个标准 这就是四个面向 应考资格 我国的法律啊 规律 都以学历为主 高考一级的 要博士学位 高考二级要硕士学位 高考三级要什么 学士学位 其实这种规定啊 其实应该是违宪的 因为学历不等于能力 可是我们就这样规定 我知道韩国 它只有一般特殊的考试 它有规定学历 或是一般的考试 只要你考试呢 能够读过的考试 你就取得这个任意资格 所以我们国大考试在学历上 是以应考资格 是以学历为主 那考试方式呢 我们考试方式包括笔试 包括口试 包括学经历审查 包括著作发明 还有包括实作 我们的点试法 只有这么多规定 我们也包括心理测验 考试方式也包括心理测验 但是跟各位报告 我们的考试方式呢 都以笔试为主 都以笔试为主 那呢 我们的考试科目呢 这又说起来非常有意思 我们的考试科目 跟我们的职系有关 所以分了很多职系 所以我们考试科目 三十年来不变 所以有人说 考古题有没有用 我现在考语部长 当然有用 因为这考科目四十年来不变 左考右考 翻了考三百六十五考 你只要把那题目拿出来 好好地演绎一下 跟现在的事实结合 就上了 我在考试部这几年的服务呢 我不敢去动应考试 因为应考试一动 就涉及到人民的 应考试辅公子之权 我的宪法研究 是全世界大概只有 应考试辅公子之权 把我把它当基本权 所以我们才有个考试院 还有考选部 我在考选部 大部分都是动这些 考试科目 略调 微调 考试方式微调 考试方式微调 考试经格标准 像我们律师考试 有百分之八 提高到百分之十年八九 可是我现在终于去动到应考资格 可是我当我一碰到应考资格 我只要加上社会历练 这个整个反弹就大 这个反弹不但外面 甚至包括在我们考试院内部的考试位 我想这个违线啊 因为这个加资格 可是各位 我们国家非常有意思 可以一个没有任何的社会历练的人 他就可以直接取得国家公民的任命 不但如此耶 包括我们专纪证照 土木工程技师 建筑师 他在考上之后呢 我们就给他发一个建筑师考试几个认明 没有说必须要有一个应考资格 要有一个社会历练 工作历练 我没有啊 所以因此呢 我们这次改革 真的就是应考资格的 是加一个社会历练 我们希望呢 我们的法官呢 不要从家门校门到衙门 而是家门校门 社会大门 还真正进入一段功能 因为他如果没有社会这个理念 他怎么知道人 他怎么知道社会的事情 他永远是关在这个 他的小小的这个 这个读书或是K书中心里面 事实上来讲 今天刚好台大 我们詹教授在 我们刚刚 我们副院长 苏副院长也说过啊 苏老师也说过 我们这个录取率 二十一到二十五岁 占你百分之五十二啊 就是一百个学生录取 有五十二个试 二十一到二十五岁 就我们统计非常多 是台大的 而且呢 大红住在大安区 是天龙国的 天龙国 这种情形会越远越远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考试方式 考试科目的改革 硬件生呢 非常有优势 所以一直呢 这种 考试方式要改 当然硬考资格也要改 所以我把硬考资格改 但是呢 我也知道 刚刚 苏老师讲的没有错 这样改啊 其实 只是把硬考资格改 其实那考试科目 跟现役考试科目 也没有两样 其实我知道方家里 方教授 还有张教授呢 还有张老师也参加我提到 就说 那考试方式不要再考啊 我们还是考三科 公法实例 民法实例 行事法实例 我可不可以把这个 社会理念也算入到成绩的一环 我们也曾经尝试过 可是我跟各位报告 一番两队也是最公平 最没有争议的 可是这不是最公平 偏小的 但是一番两队也是大家 必须承认这个现状 就这样子 没有统约一定 所以因此呢 我们把那个社会理念那一块 本来要计算分数 占30%的 后来我们把它拿掉 我们必须要面对现实实地统 我知道 这几年 考试院全虚部在公务员退休法 做了很多改革 什么所得替代利 还有退休年龄 这一个法案 又改这个 又改天花花板 又改地板 又改窗户 又改这个柱子 老百姓出去之后 老百姓补图了 所以我现在觉得 在台湾的改革 千万不要历史低温 一步到位 我们慢慢来 我这次很简单 就硬考资格 插个社会理念 我会没有否定说你年龄轻 年龄轻 有的年龄轻 但是他社会理念很够啊 我要就这个嘛 这样才能跟人民才能够 法感能够接触 那至于其他的硬式科目 考试方式 我当然也希望改啊 可是跟各位报告 跟十九个考试委来报告 来说明啊 我只能说好累啊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是我们法律人 这一块圈子的人 但是我们还会去想办法 跟他们说服 他们应该最有法感的人 因为法律的感情的人 因为他可以看到各个判决 圆明的反应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这次改革 真的只有针对 应考资格 做了一个 增加一个选项 让这个制度呢 至少 在私改革 在二十年前改 到现在都没有动呢 那我们想动一动 而且只做一个非常清楚的分析 就这样做 那对现在的 已经大一的学生 不会影响 过度五年 让你有信赖保护嘛 那你不会因为这个制度改 让你造成你这个前 前后没有办法这个衔接 所以这一点呢我想 我们知道呢 在台湾要稳健 健进 坚固限制和救治 就限制和未来的制度改革 所以 对于苏老师刚刚所提的 我们承认真正是一个 一个微调 但是单单的微调 我们发觉已经走了 两三年了 那至于刚刚 这个詹老师所说的 说 你们那个现在的学校 专任的法律相关工作经验 这一块 都不会报告 我们的草民 我们的估价 写不行 因为呢 我们有个公务员考试法 十七条 因为你加任何一个资格 任何一个资格 都要符合法律授权 因为我们实际上有一个交 一类科有相关经验 一类科的工作经验相关 那这类科就跟审检有关 所以我们必须要加这个 所以司老行政执行里面 有包括哪些 有公社辩护人 还有公证人 还有检查事务官 检查事务官里面就有包括 包括资讯的 包括税务的 所以呢 其实蛮广的 但真的是见仁见智 因为我知道 最近我们7月1号 要送到考试院 要全省上 我已经开始被拜访 我去考试委员 有些考试委员 有些考试说 他放太多了 有些考试说 他放得来不够 所以说 上当一定值得打得很激烈 但是我觉得 就像各位讲的 我们在审订的时候 我们在审订的时候 这个应考资格呢 我们会重宽 你至少不是一个奸差的 只要你不要叙述我说 你在这个工作经验上 有跟法律事务有关的 那我们就同意 那你说会有人做假 反走货币留痕迹 台湾的货币担心 报的往往很多 当我们一公公里说 你考上了 结果有人说 他根本的工作经验是假的 那我们就 就组成调查 然后测试他 如果真的查证处施的话 那就是死亡区别 利口制度 也是一样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不要防证 防证到最后 什么都做不了 所以今天这个改革呢 是考证全部提出来的 那我也非常谢谢 再次谢谢 法律文教基金会 履律文教基金会 给我们这个机会 来做这个宣导 不是宣导 来听听各位有什么声音 有什么想法 我们还可以在7月1号 跟考证做报告的时候 再一个把各位的声音 还顾虑 还确定的 把那种所划作 划作成文字 再次谢谢这次 没问题 谢谢 谢谢总监 他们三位都讲过一轮了 我建议我们现在开放 给在场的朋友提问 好不好 那请各位是不是 报个名字 然后提出您的问题 你刚刚讲几个问题 我可以来说 第一个 律师转任司法官 有为什么 我们还把律师考试 三点以上工作期间 再当武力考试呢 这个问题 有些考试我也说 考证不非常那么累嘛 你就要这个司法院 多努力一点就好了嘛 各位可以看到 这就是三种嘛 三种制度嘛 司法院考的律师转任嘛 但是这个 从民国八千人 又转到现在 加起来不过112位 可是我们考试不考呢 2129位 我们就等八千到这个为止 所以说 可以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来 这个是由司法院主办的 你说效果好不好 我不敢评论 但是我知道呢 数字可以展现说 至少这方面呢 还有在非常多的能力 就像刚刚舒老师讲的 因为我们 经过司法官考试 考选部考试这些人呢 然后又两年在一起受训 所以同时性非常高 他们同时性高 他无形中有排他性 所以这个部分能成功嘛 我是觉得 就体质来讲 他有排他性 所以他不会 而且呢 你刚刚说 那律师考试 那这样子吧 这个跟我们现在 跟现在司法官考试 有什么不一样呢 如果我们来用公众经验组 我们第一次这一天 第二次两天 口试大概 他有比较具有隐秘性啊 考试有考试部主办 个人不义曝光啊 律师来考 当考长会见到面 可是不会碰到那个院长 那这两个律师转任法官 都是由法院的院长 主这个林选委会 而且司法院院长 是林选委会的委员啊 主召集人啊 那这些人 都被法院院长看光了 没考上回去怎么混啊 他说你看你都没考上了 内部传得很快啊 因为每个人他也是希望 我来甄选的时候 不要让人知道 所以这个隐秘性来讲 我觉得呢 我们 我们如果有这个工作经验组 比较容易曝光 那这个是我们的文化结构 那这个圈内容易曝光 而且呢我刚刚讲过 因为 传统的那整个司法体系 都是本质上都是什么 都是由我们考选部计考进来的嘛 所以难免这个排他性呢 会有 我并没有说它是恶意的排他 它就是这样子 然后征选时间很长 他公开征员一年 执行申请要约一年 请问这一年 这个律师要不要接接我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所以我们觉得 律师那我也 我今天如果 考选后不要那么啰嗦 我就跟司法人讲 这是你们的事情啊 本来这个道路就通的 你们就去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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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办这个就好了嘛 可是你可以看啊 即使啊 即使啊 即使这个 律师转法官啊 除了公开真实之外 自行申请的部分 他们还是也是一样经过要考试耶 这是我们的传统 国家的 我们的文化 不考试好像就是什么 就就就就就表示你不是 在正版的 是山寨版的 而且不考试的话 就让人会觉得你这个好像是 会有人关说 我有一次在立法院有个考 有个立法委员就说 部长 我们现在司法官考试是 口试占百分之十哎 比试占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十要废掉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们会有这个主观啊 会看到人会有这个什么什么 什么形态的小 我说报告委员 用一个用一个职员 我们闭着眼睛去用人嘛 从来不看看他长什么样子 然后就闭着眼睛去用人嘛 可是我不是啊 我们国家院科目院考试 都是比试为主 进来之后啊 你长这个样子啊 可是你看一般企业 都是口试占百分之六十 或百分之七十 只有比试占百分之三十啊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用人这种制度 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我也希望说 这个都全部不要比试了 都口试了 可是 就是 连司法院 他都还是要 自行申请 他还是要比试 所以呢 我是觉得 这个东西来讲 这是我们的文化结构 去改制有点难 那另外 刚刚你讲的说 公务员这一块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有一个 有个第十页 我开始讲啊 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法调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 所谓的司法行政执系 还有考试法制 这个 就是司法行政执系嘛 还有考试法制制限 司法行政执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公民考试法 十七条 第二项第二款规定是说呢 要有工作 相关工作类科的 所以他的话 我算有一个议考资格 我必须要有 符合法律保留 原因是这样子 所以 为什么说 我们说 其他类科 比如社会行政的 或者说什么交通行政 就不能来考 因为我们的条 然后第十七条 第二项第二款规定是说 要与内科相关工作经验 原因在这里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 法制上的必须要配合 否则的话 这个到时候会 质疑我们的合法性 我想我不知道 这样回答如何 谢谢 主持人 各位老师 其实一个制度的一个观察 其实有许多的一个面向 其实大概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 就是说 妈妈带着小孩子去逛街 去逛街 那就看到的是许多的 这个shipping mall 或者windows shopping 但是呢 忽然有一天 忽然就有人问那个小孩子 他认为这个逛街 你看到的是什么东西 他觉得是什么 他画出来 结果他画出是一条一条的角 而且觉得他说是很恐惧的 因为呢 怎样呢 好像在里面 在穿梭 找不到 所以其实在一个考试方面的改革 除了在这个考试机关 用人机关 以及学界以外 其实还有学生的一些观点 学生的观点 其实这也是要一个照护的 也是要一个照护的 当然说今天呢 这个学生其实很简单 比如说出来的时候 简单的问一下说 你们到底觉得怎么样 其实他们说 其实我们对考试啊 大概都已经麻痹习惯了 但是只有一点 拜托请安定一些些 他们觉得好像心里呢 永远就有那么一些的浮动 有那么一些的浮动 所以说 这个是从学生的一个观点 其实对他们考 对学生而言 考试其实差不多 但是 对于一个学界 或者是司法来看的话 其实在诱人机关的话 我想这个司法改革 司法独立这个地方 其实从早期开始的 司法未明 司法未明 以及呢 强调法院跟这个 学校之间的实习之外 其实大概有三个面向嘛 第一个就是 刚刚有讲过文化 文化才绝对是 台湾就是专业能力 专业能力哪边看 考试 再另外一个呢 审判要独立 审判要独立 其实这某种程度也是 司法院有时候 这个人进来的时候 说这个有些法 这个召集人会觉得 这个你已经在这个 滚滚红尘里面 这个翻转那么久 可能怎样呢 可能你已经丧失了 某一种程度的一个 这个独立或者是清白了 但是也是偏见之一 所以我也能理解 我也能理解 这条路不容易进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回过头来一个所谓的 其实我自己的一个浅见 所谓的一个差支式或者是 较为折中式的一个改革 其实可能还是必须在 刚刚讲董部长也讲过了 应考资格跟考试的部分 应考资格的话 当然是说尽量把它放宽一点 其实这是OK的 在一个多元选材的地方 放宽一些 在一个工作经验里面的话 其实放宽在各个领域 但是我们就回到一个考试部分 考试的一个部分 等同于说 那一般而言 一般人民对于司法上的信赖 或者是他的专业 其实还是会回到一个考试 台北大学 台北大学在4月29号 那一天是由林国斌林老师来 其实我们下午的时候 已经有一个正式的会议 其实有做一个决议 那其实基本上 是台北大学的一个正式的怠度 第一个考试方面 其实上司法派进去的 在整个统计上面 其实在这方面是要的 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在资格方面的 某种程度的一个放宽 我们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在一个司法行政职系里面 其实有一些部分说 里面的司法行政职系里面的 心理测验员 心理辅导员这个的类科 在司法行政职系这边 其实可能的部分 假设是这几个类科都放的话 最后的考试 只有一个所谓的公法的一个实例 行政法公法的一个实例 民事法的一个实例 在一个刑法的一个实例 在这个地方 其实人民怎么去看他们 而法院的法官 在人民的一个信赖感 如果是说让他们这样子 真正的了解这个制度 其实我真的觉得在这个地方 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 恐怕的偏差的印象 他未婚能做一个好的法官 但是确实对于法官的整体的一个判决的一个 人民的信赖度 我觉得会有差异 谢谢 谢谢 另外林念祖老师 还有邵清平老师有来 还有一位高明志老师有没有来 高明志老师 是不是麻烦你们 邵清平老师 高明志老师 还有其他的朋友 刚刚我的部长做一个很生动的比喻 就是把他的座位调换 然后从这个角度来看 考、用、教、三者的关系 不过 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 如果可以很简单的说 很多时候在学校里面 以我自己的角度来讲 我不知道秦老师怎么样 以我自己的角度来讲 我们常常感受到考试 对教育 或者对法律人成为一个司法人 法官的一个 或许可以说荼毒 从这个角度来说 如果从这个荼毒的角度来说 或者是从一个 并不是那么正常 而或许有时候 是有点扭曲的情况来讲 更多的时候 在大一、大二、大三的时候 我们希望他们去忽略考试 在上课的时候 更多的想象 更多的思考 更不要那么公定 因为你知道更多的想象 思考 对考试是没有帮助的 事实上有时候 对考试反而带来 副作用跟反效果 可是我们希望 你大一、大二、大三的时候 可以多做这些事情 可是等到大事的时候 你真的面临国家好事了 你有这个 而这个食物的压力是 这个工作压力是 大家都存在的 所以如果你往那边去妥协 或去改变 是比较能够接受的 然后如果从这个学校 假设这样的说法 或这样的做法 被认为有 一点道理的话 那么刚刚部长的 那个位置的 调换的情况 或许就不一定是一个 那么适当的情形 原因是学校会更多的 或学生会更多的 往考试制度来倾斜 举一个很简单的情况 在一个台大的毕业生 考上台大研究所 同时考上律师 他马上面临一个选择是 我要出于累积三年的工作经验 还是累积两年至三年的研究所经验 拥有求学经验 可是这是不是造成更多的扭曲 或造成更多 不是让芒果自然的成熟 而是更快的到另外一个环境里面去闷熟的情况 而这种情况的改变 有时候不单单只是说 这个改革的成效如何而已 而会不会有可能 以我的角度来讲 会不会有可能有改革的反效果 而不是说成效 我们一次走一小步 一次走一小步 慢慢可以走到终点 可是因为我们永远建立在考试的这个基础上 而假设我们如同刚刚我所提到的 考试对学生可能有不同的影响的话 那这个是不是会有一些问题 这是我的比较大的 很好 谢谢 谢谢刚才邵静平老师 接下来就是请高老师然后念主 谢谢 其实针对这个整个 今天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的这个改革方案 其实我个 应该是把它称为说是一个折衷方案 或者说其实它本身还是一个算是有点渐进改革 所以它其实是有点动态的这个方案 其实我个个人浅见我是还蛮赞成的 因为主要的原因当然说 第一个当然说除了刚刚各位心情有讨论的 就是在这整个改革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在既有的的考试 司法官考试制度之下 注度一个社会经验这个因素以外 其实从其他的观点来讲 我也觉得我大概有三点看法 觉得说还蛮 这个新的制度其实还不错的 第一点其实我比较是认为说 其实对于很多考生来说 其实我会觉得说 其实这样的一个制度 其实我们是可以避免掉那种 法律系的大学毕业生 然后一路一直考法官的这种现象 然后其实我觉得说这样的制度 其实会产生了某种中断的效果 然后我会觉得说这种中断的效果 其实对于 对于这个生涯规划的选择来讲 我会觉得是有一些正面的注意 因为其实像我最近 我记得我五年前刚回台湾 就是刚拿到博士 然后回台湾 然后就看到说 天啊我进来还有大学毕业的同胞同学 已经考了十年还在考 然后就一路一直考 然后其实很多 我觉得说很多法律人 一直考试的这种社会成本 其实是一种很大的浪费 这样子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种中断的效果 是我认为说 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部分 然后第二点其实 以我第二点我的观点 是认为说 其实这种职业生涯 职业的转变之间 这种转变跟变之间 其实我个人认为 会是有时候会是一件好事 就在霍兰率上面 然后这方面 当然说我们比较没有职场经验 可是我是常谈到 我们校内的那种 会有转系的这种经验 那我们通常就会发现说 通常转系或者转学的同学 其实表现上面 都会比你本来就 考上这个系组的同学 就是 那如果有表现不好的 可是就是那个机率来讲 就是表现比较优秀的人 是相对来讲比例是比较高的 所以从转就是好的这种观点 然后转就是他更能实现自己的 想要的选择的这个观点 我会认为说 从这个角度切入的话 其实我会认为说 多了一个 让他们这样转的一个轨道 我会觉得是一件好事这样 然后第三点 我比较是针对说 针对这种 感觉起来 其实 取各家所长 其实相对来讲 应该接受度比较高的观点 那我会觉得说 可是我会觉得说 那实际上 目前这样的方案 我会觉得说 那到底他 当然说这个部分 可能比较像是实际上的 一个小问题 然后就较于各位的先进 就是说 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说 这个肯定说跟否定说 然后大多数择收收收 是会比较蓄有细地的这个部分 可是目前我比较好奇的是说 这样的一个方案 当然说理论上 它会相较于 美国的或德国那种 特别那种方案 其实他接受度会更高 可是为什么这个目前在 实物上可能 操作上可能 会有一些 一些落实上面的困难 然后那个杂讯到底是什么 因为以我目前 因为其实我目前 其实我目前工作的蛮多的 蛮多的什么 我的研究重点有一个部分 其实是要去说服说民众 去接受一些绿能的这些观念 所以其实我们也会做蛮多的这种 想要跟民众沟通 然后问卷的这部分 然后其实就这件事情上面来讲 我就会觉得说 刚好像各位先进有提到说 目前其实在法院里面 其实还是有不同的声音 特别是资深的 然后可能就是说 大家都是考试出来的 的这个部分 其实会对于这种方式 比较反乱 可是以我自己目前来说 其实我的观点会觉得说 其实这是一种 这种双赢的局面 比如说对于这些资深的 资深的法官来说 其实假如他们 想必他们现在也一定常常 抱怨就是 这些法官能力都不行 什么什么的 然后可是他们另外一方面 却又 在另外一个方面 却又捍卫这个考试之助 认为这个考试制度 可以考进 好优优优秀的法官 那这样其实我觉得说 他们其实他们自己内心 其实也呈现出 某种矛盾的这个部分 那或许这种矛盾 当然说我常常会说 我说我们 没有办法 或许是不是可以透过一种 量化的部分 然后比如说透过一种 问卷的设计 然后比如说让他们去 比如说一个部分 是去探知说 他们对于现在 来刑进的下级审的法院的一些见解 然后他们心理观感上面 到底认为是好是坏 然后另外一方面 再问他们对于改革这些看法 然后从这些问卷当中 其实可以看到说 他们内部思想的某种矛盾 或者说可能就会发现说 他为了害过这个 其实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价值 其实是没有理由的 因为并没有现在的制度 对于新的法官的审判平址 也没有改善的效果 所以为什么 我们不试试看另外一种 或许这可以找到一些量化 然后可以支持的一些证据 这样子 好 谢谢 谢谢高老师 请林念石老师 林念石老师 最近写了一篇文章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对于合格法官的想象 你去想象 什么样子的法官是你想要的 你也对不起 我们对于合格法官的想象 决定了我们用什么方式造法官 那我完全同意刚刚几位讲的 就是说 我们格于现行的 已经有的习惯 社会文化种种 还有一定有的体制 我们要从事大幅的改变 可能不可以期待 所以我们用渐进改革的方法 是比较实际的 那我想要说的是 即使是建立改革 但是我很希望 第一个我很赞成 这次考试院 考选部的这两个方向 但我觉得应该只是一小步 但我在文章里面 谈到一件事 就是说我们今天真正的 这个目前能用考试取法官的想象 其实是把法官看成非常非常技术管扬的一种假设 而且是假设说 他只要读几天法律 几年法律 那你经过密集的教导之后 他就可以判断人间是非 他的社会 他的社会 他的人身智慧 在法官里面是不是很重要的 我们如果用年龄 我无意去歧视 说几岁以上是不适合做 不到我做法官一定有多少年龄 但我这个年龄只是一个参考的性质 就我所知 因为我刚刚看到的资料更低了 我所知道 所谓的司法官训练所 现在已经交了司法官学院 司法官训练所向来 我所知道的平均年龄27岁 刚刚看到的资料 还是只是25岁 那我们今天 刚刚其实 舒服院长有讲到说 其实我们现在改了这个制度以后 最后因为后面减低了 所以呢 真正做上法官的那个 人的时间可能差不多 但我必须要说 那我们现在讲的是十任法官 但是真正在庭上办案 不是只有十任法官 包括这个 这个后部法官在内 那于是 那这些换句话说 今天27岁 也就是说25岁27岁 我必须要说 这个大概都是技术面 法律技术面是最优秀的学生 尤其今天能够考上司法官的 绝对是 考上律师的佼佼子 他才能考司法官 大部分 大处法则应该是这样子 那这已经是最好的学生了 可是 他们大概坐上法审判台的时候 三十岁都到了 那如果今天加上三年 那如果今天加上三年 我现在讲后部法官的房子 至少可以到三十岁 我现在想要讲一件事情 这个 在律师事务所里面 律师事务所里面 入行三年的律师 在大的事务所 可能不愿意让他单独去 读当一面 跟客户接触的 或者是说 做下来就一个人 就把客户问题接过来 就告诉客户怎么办 然后就开始 开始办起来 大大事务所为什么不做这些事情 因为责任有关 因为大大事务所是合佛制 任何一个人做的事情 是全你合佛人要负责的 所以你今天没有培养好的人 你不敢放他出去 当然可能我们考出来的法官的素质 比这些律师高 那我必须要说 大的律师务所可能也会筛选很多 以后 他觉得这些律师是够资格的 他才用 那其实真正欠缺的不是法律之事 欠缺的是人身智慧 因为他可能跟客户讲话 他可能不知道如何带人接物 他不知道如何做判断 他那个轻重可能不会拿捏 他可能跟客户讲法条讲得很清楚 但是客户要得到的法律智慧是没有的 客户需要的是有经验的律师 譬如说 那我现在讲 一个人在律师事务所 不能够单独去接触客户 可是我们的国家 他可能放心让他坐在台上 判人生死 这个想象没有问题 我想说的是这样子 那因此在我来看 今天这个改革是最起码的改革 最起码的改革 那以后如果可以的话 四年之后 是不是考虑再把这个年龄 在那个师父的年龄再高一些 我很同意 我刚刚赞老师的讲话 就是说 呃 我们其实要的不是那个 那个知识的累积 知识的累积 坦白讲他能够考上了 就已经是很 我们要的是那个人生的智慧 当然智慧不是三年五年可以累积的 但在我来看那个最起码的 你如果连三年五年的智慧都没有 那狂论做法官 这个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再往前推进 要继续往下走 那另外一点点我就想想讲的是 我们的 刚刚董老师非常形象化的 站在这个两位中间 我觉得那个比例好极了 那我觉得法学院的教育 就像刚刚几位都讲到 我觉得当然这个讲起来都 哪里都动不了 教育部那个条位要改掉说 这个教授可以去办事务工作 我看就很难 但我想刚刚张老师有一件事情没提 我自己在仲裁界 其实仲裁界经常看到张老师 做仲裁人的声儒 所以张老师做仲裁人 他知道 实务工作是什么样的 这个经验我相信对他的教学非常的帮助 但反过来讲 张老师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陈老师讲说仲裁 其实仲裁是法官的替代 我们如果去看我们法官的想象 我们仲裁人的资格 跟我们法官考试的资格 是完全两个不同的面貌 当然仲裁人是当事人愿意的 但是各位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当事人有的是愿意的 而且我们仲裁的案件 张老师知道 我们仲裁的案件 仲裁协会 平均一个案子 是一亿的案子 交付仲裁人 也就是说 每一个案子去找仲裁人的当事人 都是准备把一亿的财产是非 交给仲裁人决定的 当然我知道很多法官觉得仲裁人的知识压压屋 重点 有的法官可能这样想 他可能觉得那是 绝对不是讲张老师 但他可能觉得说 你说我恐龙法官 我说他是恐龙仲裁人 可是问题是当事人是愿意交给他 张老师做仲裁人 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法官的管道是可以比较多元 教授是可以做好的仲裁人 那这个经验是有帮助的 但我觉得这个例子 陈天特别讲到仲裁这个例子 他其实是我们的另外一种法官 那我们这个制度想像 为什么会差这么远 当然这牵涉到很多制度上的问题 但我觉得我们的确应该要翻转 我们对整个合格法官的想像 才能对这个问题有一个长期的观察 谢谢 谢谢林念珠老师 还有哪位老师 方嘉宁老师 也不能讲几句话 在学校教书就知道说 考试如何领导教学 其实研究所我想在座 教学的人都同意 法律 法学院的研究所 以及其他学院的研究所 就是防空洞 一到十月要考试 几乎百分之九十个课都是停课的 对 我觉得董老师 我是非常佩服你的这个决心 可是有一些经济学长说 第二种选择不见得不理 是说你为了妥协现实去查 second advance 注意其他的副左右 那既然就说考试或领导教学 为什么考试那么多领导工作呢 这三年也变成防空洞呢 就是那些我讲在理律做IPO 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啊 做了IPO三年能够考得过明星工三科吗 你要他人身阅历 专业知识不缺乏 缺乏的是人身阅历 但是真的有人身阅历 做了三年的律师考得上通得过 现在考试院设计的IPO三科吗 我真的是觉得说 这个就是second advance 我充分理解 我对董老师只有敬意啦 充分理解 就说董老师内外交迫 又要去说服外部 又要去说服内部的考试委员 可是这样子一个 就董老师来讲是改革的一小步 是一个second advance 一个best 是说我们可能就书审啊 口试我们全面去审视这三年的 他的工作经验 那这个second advance 真的会比现在的制度更好吗 还是把防空洞延伸到 各个律师事务所以及其他的部门 这是我心中 当然董老师也知道 这是我心中有的一个疑问啦 那我觉得现成就有一个实务的经验 可以工作参考 就是司法院现在的一个公开征事里面之一 也是要鄙视的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来申请自行申请也罢 公开征事来申请也罢 这些律师考上了 在律师界普遍评价是如何 而他是考两科业 他是考民法跟刑法 那董老师你还要再多考 那当然我们陈老师还要建议再考商法 对不对 这个你可以想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有实务资料 可以做实证研究 我建议可以先从实证研究开始 再去做这个所谓的second advance 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改进 可能我讲的事不是很重听啦 谢谢 我觉得不重听的话才真正重用吧 那是不是请三位老师 先请那个苏老师先表示意见 报告回答 谢谢 然后詹老师 然后董老师 我是觉得这个 刚刚他讲的问题也都很难 对 改革我基本上我看 多数也是肯定 只是怎么去评价 有时候这是最低的一步 就是说这里已经走得太多 还有一些可以思考的地方 我只是想也许还可以补强的是说 可能不要低估了我们这里的一些技术上的困难 或者是文化上的一些偏见 像我们大学联考 我们立刻会很理想地想到美国的一些好的制度 怎么样去学校去找人才去列人 可是在我们这里就是 学校也不像 考试也不像 考试的性效度 你现在从一个纯粹 从鄙视的信仰 要转到考试 那个困难就是 所以这是为什么 考试委员他们的保守 因为他们的保守是得到社会的支持造成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 问题也是很大 一定要去突破 所以我们就会想尽办法 一点一点去往前走 所以我基本上是支持这些改革 可是我只是说 在思考说 我们做的还可以再多 理想再高一点的时候 我想刚刚讲的那些障碍还在 另外是一些 可能没有提到一个观点 是成本的问题 过去我记得 也是一样的一个想法 我们让法律人 不管是法官律是什么 我们觉得他应该受更多的教育 就是那种更成熟一点 再去摘他的那个想法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 曾经那个法律系改成五年 改成五年 他当然更成熟 你一定培养得更好一点 可是后来自动改成四年 又回来 因为多一年的学习教育成本 他会在市场上反映 最后考法律系的那个 原来我们觉得基因给他好一点 基因就这样等 那类似这样的考虑 我们说 我们让法官再更老一点 更老一点 刚刚有这样的想法 那他会更好一点 其实在大陆法系的国家 我注意到一个跟我们很类似的 蛮普遍的现象 就是他的想法 不是把每一个法官都当成一个成熟的果子 随时可以摘 他比较用一种团队的管理 让那个清的芒果也进场 熟的芒果也进场 以现在我们法官法的观念来讲 大概清芒果他只能在几年以后 接近要食寿的时候 他可以单独办简易 可是之前他一定是合一 也就是让熟的芒果去带他 然后他现在的过程就是学习 那在这时候 你也不至于把他弄到成本拉得很高 基本上在他最优秀 学习能力最强的时候 你就带他进入学习文章 从某个角度来看 他不是一个合格的法官 可是他可以在一个控制的环境裡 起到作用又不至于太低 我最大的那个经验 就最后一句话 就是在法国 前面有什么去看 认识了一个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 大概只有三十岁 非常地清秀 台湾出生的一个法国人 所以他对我们很亲切地来谈 那我说你怎么办到 在法国他们还是用这样的考试 在法国还迷信考试到这个程度 但是在那个出庭的过程 我以为他只是一个助理 但是他就是法官 那就是他只能做 等于法官里头的助理 但是他还是一个合议制 但是他还是一个合议制 我以为他只是一个助理 那在台湾我们其实是在 刚刚讲的这些 既有的障碍之下设计制度 还有就是刚刚讲的这些 我们要维持基因的良好 也就是他最好 学习能力最强的时候 就让他有机会变成法官 然后慢慢慢慢把他悶手 让他节操不会改变 那他也不会变坏 让他可以一直学习 那这个好像是 大陆法系和普鲁士 从这些传统之下 共同的一种想法 那如果我们改变一个想法 说每一个都夸得白 那另外一套想法 那也要付出他的结果 很好 谢谢苏老师的补充 江老师 好 谢谢 我先回答刚才陈老师 第二个问题就是 建议教师在学校里面的提醒 我所知道动物大学 其实很多的建议教师 那台大最近几年来 也是一直在强化建议教师 所谓的建议教师一定是15的 我们通常不带紧纯学术的 有时候固然难免 不过绝大部分的建议教师 都是15节的人士 尤其是律师比较多 但也有企业界的 跟陈老师也是各个报告 那另外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刚才方老师已经讲了 也因此让我比较有勇气 来再问一下这个 我们这个心智 要区别律师跟反观 并且我们是要透过工作经验来区别 那怎么样让工作经验 真的可以反映在 我将来所再度挑选出来的 这个就非常重要 因此考试 刚才你说考试科目 要动很困难 这个我们能充分理解 但是我们这个制度就是要 举具至少是三年工作经验的人 来当的律师 来当的访问 所以如何让他在这三年内 真的去培养工作经验 而不是三年让我再揣一口气 准备下一次的考试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需要考虑的 那叫做我们技术性上 那如何把这个工作经验 用其他的方式来作为将来录取的 不管是多少 尤其像 请书院长快来证实一下 我记得我们律师转任法官 也有书类审查 就书类审查也分数 申请的 对 申请的 那其实他在三年内 他好好的去工作 他好好的去反映在他的书类上面 那我们来做这些审查 这样或许会是我们这一次新智 最主要的克星之所在 当然一定会有困难 书类审查就那么重要主观 但有时候主观是势必 不过我们刚才觉得律师事务所选人 一定是主观的 我们学校信聘也一定是主观的 所以主观是哪里的 我们只要主观 尽量让他降低个人的偏见 那提升为客观 是不是还有一些可能性 这个请部长 以及我们考虑有没有同仁 再度做最后试课 因为即将已经要上路了 如果那个工作经验 只是一个纯粹的证明 而不是反映在 我们所挑选的最后 防止 十二十三十四十上面的话 我觉得 还是好像有点缺憾的样子 谢谢 好 我们谢谢张老师 谢谢 老师很请 基本上 我们这个考试 还是回到这个 各位可以看到 多元金融有啊 有进行申请公开申事的 律师专业判官也有 那这个还是有问题 那现在 我们这个制度 让有律师工作经验三点以上 又有律师证照工作经验三点以上 还有司法行政职系 或者说法制职系的 可以有工作经验三点以上 可以来考 跟各位报告 如果这些人的来源呢 不再是唯一就是由大学职业来考 其实这个小小的一步 让我们司法官身材会改变 这个比较有的身材改变多 因为它同质性就没有那么高了嘛 所以我觉得 这是小小的一步 可是 特别是我 我今天当又不是有律师 我当在律师面前讲 我说 有律师工作经验的人 因为我也打过官司 其实最站在当事人角度来想 就是律师 他要把官司打给你嘛 可是我们的法官 检察官从学校毕业考试 从来就没有当过当事人 他连打过官司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 这个小小的突破 其实是改变我们的司法生态 搞不好呢 将来律师转任法官 这边人就会开始多了 因为他的生态改变了 因为他们现在因为 同质性就是封闭性 就是排他性 现在如果这个职改变了一些 多一点不同人进来了 这是体质生态的改变 那至于刚刚方老师 张老师讲说 那个技术面可不可以 多元弹性 反正我们现在叫公法实例嘛 民法实例嘛 刑法实例 那里面再加上一些实例写作 我觉得都可以来这方面讨论 那这个或许有一些空间 那至于商事法部分 我为这个事情还跑去找那个 那个司法院 司法官学院 他说 我说这两年 因为这些人照过我们的薪资 这些人照过我们的薪资 这些人照过来还是两年的受训 你知道吗 那可不可以注入一些 一些商事法 我说一些比较特殊的法律训练 他们也觉得也是一个考虑的方向 所以这我有去办法做 那至于我真的觉得 刚刚有人讲说 你这样的话就变成很多人 贵都研究所 就到外面去了 强制他到社会走是对的 因为我每次看司法院考试 我有时候真的不忍心啊 因为爸爸儿子一起考 看起来是家庭快乐 可是我看起来快乐不起来 那有些人根本不适合找考试 你就让他到职场里面做做 搞不好他在找他的未来 所以我觉得强迫他到职场去 没错绝对没有错 因为他先找到生命的资源 然后他再决定是否要回到学校 所以我觉得研究所 可能一直找不到人 可是放心马上就毁流了 所以我觉得 师长 我在干嘛 谢谢老师 好 谢谢东老师 谢谢他们三万老师 我们给他们鼓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这一位老师 这个能够圆满